安波澳門市民日報 澳門 2023年3月29日 立會關注13項目預算使用率為零 立法會公共財政事務跟進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 跟進特區政府2022財政年度第三 同第四季度投資計劃預算執行報告 委員會主席王潔晶表示 2022年第四季度預算使用率為零的項目 共有13個委員會要求政府書面解釋當中多個項目進度 當中包括公務局加落被總督大橋旁興建兩條海底隧道 即過去政府曾提出的第五通道 王潔晶會後向傳媒表示 特區政府2022年投資計劃最初預算為183.2億澳門元 截至第四季度的京核准預算為189.6億元 較最初預算增加6.4億元 實際開支為159.5億元 全年預算執行率為84.1% 預留金額為160.8億 預算使用率為84.8% 2022年第四季度投資計劃 跟第三季度比較 經核准預算增加4.3億元 實際開支增加53.3億元 預留金額增加3.8億元 預算執行率上升26.8% 預算使用率上升0.1% 其政府書面解釋第五通道進度 他指出 2022年第四季度預算使用率為0的項目 共有13個 較第三季減少16個 涉及核准預算約2.4億元 2022年第四季度共有230個項目 較第三季增加7個 13個項目中預算使用率為0 公務局 同市政署的項目各有兩個 有委員期望政府提交書面解釋進度 包括公務局加落被總督大橋旁 興建兩條海底隧道第五通道 以及公務局的氣象局激光雷達實驗室建造工程 另外 委員會也要求政府解釋旅遊局高美市街旅遊活動中心重修 同構置設備延誤原因 王傑貞表示 執行率為0的兩個項目中 有預留款項但未能充分解釋目前進度 包括公務局外港提為優化工程 和房屋局落群樓中央燃氣系統改造工程 委員會要求政府書面解釋 政府回覆後 委員會將再召開會議跟進 你收聽的是安播澳門 這個短片是由市民日報連同安播傳媒聯合推出 請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到處